我的天 我居然同时看见两辆顶级草袍 麦凯伦P1和克尼赛克限量款 这是帝都拿两位附加子弟 过来参加艺术大赏活动了 咦 怎么这两个人那么面生 好像没见过这两个人啊 瑶瑶 那不是你的男生吗 真的是他 他怎么也来参加艺术大赏了 难道昨天 唐会长是过来酒店邀请他参加的 你们看他后面那个不是六爷吗 我没看错吧 六爷是从那辆克尼赛克超跑下来的吗 我操 难道昨天 他说他年线一千万 拥有五千万的限量 克尼赛克超跑是真的吗 我居然还说他在褚优 这不可能 他只是一个普通保镖 怎么可能拥有顶级超跑 一定是他进来装逼的 陈师兄 我记得你昨天刚被打了一次脸了 昨天是唐会长是刚好出现在那里 十三只是恰巧认识唐会长的吧 你好十三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真是有缘分啊 你也是来参加艺术大赏活动的吗 你们好 是一个朋友邀请我们过来的 你们也是吧 对 我们老师是油画宗师方青山 沾了他的光 过来参加艺术大赏 果然 这个十三和唐会长只是朋友关系 只要唐会长没男友 没结婚 就还有机会 如此优秀的女性 难道不应该找个更有才华的男人吗 这个福尔代除了长得帅点 有几个臭钱之外 还有哪点彼得上网 瑶瑶和他说老师干嘛 他一个富二代 哪会关注这些 怎么可能会认识老师 这样宗师级的人物 你是 哼 我可是油画宗师方青山的徒弟 一些认证的油画大师 拼财力 我不是你的对手 但要是论艺术造诣 十个你也赶不上网 在这个场合 再有钱也没用 那是艺术家的主场 这人是不是仇富啊 怎么感觉对我有敌意啊 我好像不认识他吧 不好意思 我认识的李唐佑梦 就是一个宗师 你 傻人主席啊 这不是神神 戳中称师兄弟痛处吗 十三先生 您来了 唐会长又是抽不出时间来接你 特地吩咐我在这里等你呢 请跟我进去吧 好的 特朗 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次大赏的机会 在唐佑梦面前好好地露把脸 不能让唐佑梦 被这满身疼臭的人玷污了 小陈 我们又见面了 不好意思 昨天没控制好力度 昨天只是你家先生刚好认识唐会长而已 你一定知道唐会长会过来 故意整我是吗 哦 我家先生和唐佑梦小姐认识这个我知道 但是她突然出现我还真不知道 对了 那是我的车 我就知道 六夜昨天果然没有褚妞 真得用一辆可尼塞克 特朗 谁家老板会那么大气 送保镖一辆五千万的车 自己开两千五百万的车 不好意思 忘了跟你说 我家先生还有一辆一个月的帕嘉年风神 今天没开过来 哦 你家先生果然是神好啊 六爷你老是告诉我们 你真的是保镖吗 是的 那你家先生还要人吗 我练过闪电五连边可以一打五 保证没人能进你家先生方圆十米 吹吧你 麻耗子 小胳膊消息推 还不给我打 六爷要我吧 我消失后练过铁头拱 再叫我外号 我可要生气了 等该天有空 我们较量一下 看你山点五连边厉害 还是我的铁头拱厉害 来啊 我怕呼 小陈 一言为定 四马难追 靠 我怎么接上了 小陈 看来你还记得昨天的赌注啊 什么赌注 不都结束了吗 对啊 陈师兄 你说如果六爷年薪一千万 还有量五千万的炒跑 你把脸伸过来给他打 姚姚师妹你 六爷能不能先欠着 盖部设账 来 小陈 今天打哪边 六爷 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吧 求你清点 好 姚姚 你听说没有 今年的大赏盛况空前 是最火爆的一次 不光各大宗师奇聚 还请了当红花蛋衣血呢 是吗 我可是他的脑残粉啊 我也挺喜欢他的 长得好看 眼睛好 关键是没绯闻 估计这次会有更多圈外人 关注到这次大赏 走 我们快进去吧 不等陈师兄嘛 他估计 还得萧萧总裁赶进去 好无聊啊 早知道不过来了 今天还没来得及抽奖呢 抽个奖先 系统抽奖 恭喜宿主抽到宗师级技能包 进活后你将随机获得六项宗师级技能 我擦 六项宗师级技能 这技能包有点牛逼啊 激活 你获得国画油画书法钢琴小提琴 我争六个宗师技能 主使用技能做出的作品 有可能超越宗师级别 这束缚啊 感觉脑袋里多了很多东西 感觉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有极大的提升 我居然能看懂前面这幅画的意境 这系统是要我全面发展吗 在这艺术大赏上装毙吗 哎 土豪 你怎么会来这次大赏 你又不是艺术家 孙秋香 难道你就是艺术家 秋香 十三先生是我邀请过来的 哦 原来如此 我懂 你脑子在想什么呢 土豪 我确实不是艺术家 但这次艺术大赏是我赞助的 哦 唐佑梦 你还需要他来赞助啊 你好像不缺钱吧 哦 你了解我 你爷爷是帝都军区总兵 爸爸是龙林新能源集团董事长 妈妈是王家的长女 而你也是精通绝大部分古乐器 同时也是钢琴家 国画大师宗师 真正的天之骄子 难怪年纪轻轻 能当上华夏艺术家协会的会长 怎么样 我说的对吗 你查过我 废话 第一次见面 你就一副很熟的样子 还跟踪我 出手就是一千万 我不查你查谁 再说你的背景 在帝都谁不知道 还用的这特意去查 对了 想不到你还是阿聪的表妹 还真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个唐家 可是比王家还牛批的存在啊 在帝都 甚至半个北方 唐家说一不二 哪有十三先生厉害 在魔都那么多的产业 数都数不过来 更何况还是一达 马沙特的大股东 对对对 你们两个都厉害 不如在一起吧 就像 胡说些什么呢 十三先生请别介意 我这闺蜜不仅暴力了点 还有就是喜欢开玩笑 没事 好啊 唐佑梦你 竟然在别人面前诋毁我 昨天还求我 赞助给你一千万 给我吐出来 难怪那么爽快 给我一千万 原来不是他的钱 尴尬了 秋香 反正米娜一千万 也是上次十三先生 叼车你下注赢的 就当支持下 艺术事业了 你自己不是也有吗 我那份留着有备无患吗 你知道的 我们艺术家协会 是非引力性组织 运转的资金和经费 主要是靠公司部门的捐赠 我不想将艺术 打上商业的标签 想不到这个唐佑梦 对艺术还那么纯粹 华夏艺术事业 有唐会长这样的人 才能发扬光大 走得更远 谢谢十三先生的夸奖 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画有点门刀啊 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画的是日出港口 不过这构图总觉得有点说法 还有这个色彩运用 似乎没有去刻意考虑名案 但依然非常协调 这画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吗 非常不错 谈成上乘佳作 诶 十三先生居然也懂油画 略懂皮毛而已 这油画是一位大师之作 这也是我十分认可的一幅作品 普通人不可能看出 这是上乘佳作 哟 这不是十三吗 你也想来点评我的大作 好